郭炳之后近年来将事业重心转往大陆发展 日前他也受邀参加行脚节目第二季 与主持群一起登上青海高原 17日他还开心在网上和粉丝分享开工的幕后花絮 没想到才过了一个礼拜 就突然传出他因为身体不适 而紧急送往医院的消息 而4日下午他也PO出自己躺在病床上 带着氧气照的自拍画面 并无奈写下爱还是进了医院 看着精神的我其实这么过来的 更在最后透露自己因为高原反应严重 而开始怀疑人生 贴文在网上曝光后 粉丝纷纷心疼直呼高原反应真的很难受 要他好好休息 早日恢复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